世界上啊支持普京的人 不问青红皂白就是支持啊 朴粉比俄罗斯还虔诚还狂热 还忠贞不二啊还一往无前啊 什么都不要啊就是一门心思的支持啊 这个都在中国大陆呢比俄罗斯还支持 这一次这个组织禁止了所有俄罗斯的癌症患者 向该组织求助治疗方案 也禁止了俄罗斯的患者在这个平台上分享经验 没有想到就算是癌症患者也有国界 就算是癌症患者的生命权 也都可以拿来成为政治打击的工具 说好的万事和政治无关呢 说好的医者人心呢 难道漂亮国平时标榜的所有漂亮话都是骗人的 苍临时而知礼节 医时族而知荣辱 世界最发达的这一群货竟然连廉耻都不要了 说完了艺术精英平民阶层以及弱势群体 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富豪群体 欧美有一个比天还大的原则叫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曾经就有很多的富豪冲着这一点 把许多资产转移到了欧美 觉得只有欧美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这一次的国际冲突中 欧美撕下了尾 人家不是没收 不是跟那公司合营似的 把你那买卖强行就给吞了 那叫冻结交易 冻结交易 两码事啊 不要瞎给上面说 偷换概念啊 偷换概念 模糊焦点 不要被查出来 一律直接没收 就算政治表态也没有用 说好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呢 拜登明确提出 要与他的欧洲盟友一起来寻找和没收 俄罗斯富豪的豪宅 游艇私人飞机 3月1日 美国宣布成立跨大西洋工作组 专门寻找俄罗斯富豪 在美国和欧洲的游艇 豪华公寓 私人飞机和巨额存款 进行冻结并没收 同日 波兰就已经开始了 没收俄罗斯人在波兰的房产 3月2日和3日 两名俄罗斯富豪 在德国和法国的游艇 分别被强制没收 光天化日的明抢啊 意大利查了全国境内 所有俄罗斯富豪的财产 所有资产类别 加起来总共1.4亿欧元 不需要任何的法律程序 也不给任何政治表态的机会 你就是跳出来说 你反对普京都没有用 一律没收 这一波趁火打劫的操作 相当富有戏剧性 英国也公开表示 会尽可能地搜索 俄罗斯富豪的资产 并进行没收 同时列出了 已经被查识的 俄罗斯人在英国的资产清单 名字再列的 俄罗斯伊万富豪 阿波拉莫维奇 发表公开声明 决定出售 他在英国的切尔西俱乐部 俱乐部之前的贷款 都不用还了 卖的钱也拿出来 直接捐给英国的困难人群 做慈善 他很自怨 就连所谓的永久中立国瑞士 吹了几十年的 本国银行永久保护 国外客人的资产 现在都开始按照美国的意思 去制裁俄罗斯 宣布冻结俄罗斯人 在瑞士的一切资产 这次欧美社会 对俄罗斯富豪 挖第三尺资产大摩收 戳破了欧美所谓私人财 也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是吧 这些寡头 他们的钱 有很多也都是来路不明 他们都是跟普京 勾得特别紧 是吧 这个 他们在俄罗斯 巧取豪夺 从俄罗斯老百姓的牙缝里 从人家的老百姓的口袋里 他们贪污了多少钱 他们剧脸了多少不义之财 是吧 当然了西方国家还是讲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正义就不会有实质公平 不会不分青红皂白 像他说的没收 这都是普通的这种叫什么 中国汉语啊 中文里边那种语境 因为在中国我们的潜意识里就是说 只要是政府 只要是当官的 看上你们家东西了 随时就抢走 他这个女的没有在文明社会 真正的法治社会 三权分立的社会生活过 所以他才会说这种倾向性 这种不问青红皂白 不问基本事实的 这种蠢话傻话 这种婚话 浑话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 也极大的震慑了那些 认为海外最安全 想把资产都转移到国外去的人 看到俄罗斯富豪 被一刀切的没收所有财产 李嘉诚也吓坏了 立即发布公告 降价出售他在英国的资产 在这一场抢钱狂 这又跟李嘉诚有什么关系 是吧 李嘉诚爱在那投资 是吧 跟普京有什么关系 你看 他们这就叫颠倒黑白 罔顾事实 把一些根本毫不相关的事 伸往一块捏 这也是一种阴谋论 就躲在一个小黑屋里 开始跟着明思苦想 是吧 这都哪跟哪啊 这是扯什么蛋呀 这都哪有什么蛋糕 这都哪有什么蛋糕